铁路警察局花联分局玉璃派出所配合铁路安全运输 也在春节期间前往玉璃镇荣民医院平交道前 向往来的民众宣导铁路平交道的安全 提醒民众行经平交道的时候 要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也注意平交道耗制还有遮断感 看清楚铁路两方是不是没有火车过来 才可以安全通过平交道 内政部警政署铁路警察局花联分局玉璃派出所 为了配合铁路交通安全运输 也在春节假期开始之前 特地前来玉璃镇的荣民医院平交道前 向往来路人宣导铁路平交道的交通安全 也提醒民众行经平交道 必须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 也注意平交道耗制以及遮断感 看清铁路两方确定没有火车来 才能够通过平交道 就是呼吁所有的用户人 行经铁路平交道一定要减速换行 那通过的时候必须平看轻 确认两侧没有来车再冲行 那如果说发现这个警铃已经响了 后置已启动 车断感 车断气也启动了 那必须停车 在行经入口的时候 也必须要保持 以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 避免造成回堵 那也禁止在这个平交道上 倒车回车的状况 那如果说有违反的话 将一带路交道卖出能力比54高 是1万5千元以上 9万元以下的罚款 如果因为贪快强行闯越平交道 罚则最重高达9万 并且需要吊扣甲照 如果因此造势更将吊销甲照 也会引起严重的伤亡 强烈呼吁各位用路人 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 不要心存侥幸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